还有一个就是你得接受不完美 你得接受不如意 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社会里很多场合 我就发现啊 实际上这个平衡啊是非常脆弱的 他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你比方说 因为我母亲卧病在床 比如说我老要跟我父亲想请个护工 想请个保姆 请六七个他都给打出去 你知道到最后我不得跟我这个父亲就是讲 他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第一个保姆来了 他偷饺子 我给妈妈做的饺子 有一天我爸爸就不能容啊 一进病房一看那个保姆 给喂我妈妈一个喂自己 当时就坤了老头 你知道吗就不行 第二个呢又嫌太贵 第三个呢又嫌不干净 第四个 老老师 到最后一个算不错的吧 说是每天黑这个脸 你知道我后来我自己 我就发现越来越像父亲也是 后来我就发现就说很多工作的结合呀 你比如说为什么你不能要求完美呀 他拿这个钱呢 愿意干这个活 其实很多行业都是这样 他是刚刚好达到这个平衡 您要是说 嘿 你是活是干得了 可是你怎么脸色那么不好 感觉你好像很不愿意干 我就觉得你这个就属于太苛求了 有的时候所以我就劝我爸 我说你知道他所有相关人等能聚到这个情况下 每个人都到了忍受的边缘 你知道吗 这个平衡是非常脆弱的 如果你再较进一步 这个平衡就打破了 对他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让他有笑脸 就是多给他一千块 对那我爸 那我爸平衡也打破了 就是他有一个预期值 比如他预期值是五千块 或者说这个行业都是五千块 你给他六千块 他一定就好很多 就是你就多给他一千块 你不要告诉你爸爸 你就跟那个保姆说 你就跟他们说 我给你是原来的价钱 这样他心里也舒服 不要让老人家知道 你看这贤妻良母 跟我出 这个例子 跟他这例子几乎相同 就是我一个朋友 他给他爹妈雇的保姆 他妈有一毛病 老人了嘛 他90岁了 先保姆在家里一天洗一个澡 不行 他跟保姆说一天只能 不是 一个礼拜只能洗两回澡 他原来想说一个礼拜洗一回 他说我们年轻时候 都是一个礼拜洗一回 那现在保姆不干呀 对呀 不干怎么办呢 他说我惨了 他说我们家门口有一桑拿 说我花一万块钱没卡 没卡 塞给保姆 塞给保姆去 就说你每天出去拿这卡 上舱拿洗去 然后呢 说那保姆还洗得还挺勤快 一个月就洗完了 又要一张 说这比保姆贵多了 这张卡 他说我就不敢跟爹妈说 对 他说任何 他跟他爹妈说不通这件事 他说任何一个保姆 都不可能允许 就是你说洗两天早就完了 他没水他多少钱 他说水我叫什么 但是老年人他不听你这个 这很麻烦 服务差 我觉得是中国整个社会的 一个普遍现象 就是我自己的处理办法 是比如说打车 叫加正服务 你要永远多给钱 你打车 比如说25块钱 给30 其实就多给5块钱 那司机高兴的 对你的服务特别好 那加正服务说 我们通车那时候便宜 25块钱一个小时 我说给你按50块钱一个小时 他就把你 你这个非常不好 你这是哄抬物价 我也同意 老想 裂高一点 裂高一点 就为你这样这么扰乱了 这个 不给别人说这个过日 你这个不是会过日的 你这个代价是什么 我告诉你啊 只是在你这一个人好 剩下的 他给别人的服务 全都完了 对对对 你破坏了这个行业 惯坏了 以后没想到这么深 对啊 平衡可以让他有一点抚养 但是不允许翻车 是这个意思 你这就叫翻车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又有一个定义 成熟意味着分寸 对啊 他拿捏的就在一点点 我有点认效 你有点认效 你太多了 你这是骄纵了这个事 是有点 就是为了得到别人一个笑脸 其实你很简单 花的钱太多了 对你可以最后 比如说你跟司机说一个 那个没事 那个五块钱不用找了 那个这是一句话 但是你不能让人家觉得 是我应该的这么做 还有比如说阿姨你给钱 然后最后你比如说 多给了多少钱 你就说那个阿姨你今天辛苦啊 那个这个就你回去 给孩子买点东西啊什么的 就要有一个明目 我那是不管别人家洪水滔天了 可能到别人家 在你们到马依丽家 这个你不给我这钱 我就不好干了 你那不属于成熟 属于过熟 对对对 我听这个依丽现在对咱们这个安慰说理啊 我觉得真是一个 那种明理的妻子那种感觉 特别贤明的那种感觉 哎 你在你要在家里 比如说处理 你真能你觉得可以蒙老人 我跟你讲 可以撒谎 其实我最累最累的就是面对找阿姨找保姆这件事 因为我们家老大没有找过阿姨 后来呢 曾经就是说 你不知道我妈节省啊 就他们 我妈妈是五二年 我爸爸妈妈五二年 对我们父母就这样 他们那一辈过来的 他就跟我说什么 你知道吗 我女儿刚生下来 他就跟我说不要找月嫂 家里我跟你爸爸都年轻 因为我爸妈二十四岁就生了我 他们很年轻那个时候 我们帮你弄嘛 然后每天有一天我妈喜滋滋的跟我说 你看 现在你爸爸是男保姆 在家里拖地板买菜 我是女保姆 我带孩子做饭 我们省下了这么多钱 可以吃很多很多生煎包和小龙门的 然后他们以此就特别洋洋自得 结果到了我女儿四个月的时候 我妈妈美尼尔是综合症 就是累的你知道吗 一下发起来 半夜里血压到两百 我又喂奶又把她送医院 我爸在家看着孩子 把我搞得第二天又急性乳腺炎 就整个乱套 我外婆就跟我妈说 你不可以 你一定要家里要找一个阿姨帮忙 因为说我还要出去工作的 后来 后来你知道吗 我每次在现场 我经常回了家一看 阿姨没了 我妈妈请阿姨走了 就是经常 她直接就轰她走 她都不用跟你打招呼 所以后来我就跟她急了 我说你不可以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把阿姨轰走了 因为你要知道 是要有人来替你分担的 我说你祝愿生病 你生病 其实我们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好 知道了 接下来呢 后来老二出生以后 家里有阿姨 其实我每天最怕的 就是接到我妈电话 我跟阿姨吵架了 或者我最怕接到 阿姨给我发短信说 小姐我不想做了 我每次看到这 我就脑袋嗡一下 就大了 对对对 这也是我现在面临的 我就是如何能够让父亲 让爸爸接受一个保姆 他就不怕花钱呢 他就不要啊 所以钱 怎么办呢 钱的事 千万别让你的父母插手 通通你自己跟阿姨对接 我爸呢 跟中央情报局似的 你看他多少钱呢 我儿子给你多少钱呢 你跟阿姨说好了 你得跟阿姨说好了 因为阿姨 这时候你跟阿姨是亲人 对啊 阿姨也聪明 他也想要挣钱 他也想好好做下去 他不可能故意的把自己饭碗弄丢了吧 对吧 你得跟他两个人串通好了 把这事说好 倒不是说要去蒙老人家 说实话 你给阿姨一个 就是实实在在的工资 其实老人家还是觉得 干嘛要去花这个钱 我没错的动 对我 我还能依靠这个 锻炼锻炼身体 将来不会得老年痴呆症的 老人家通通是一样想的 没有一个老人家 不是这么想的 你知道吗 那你最后是 怎么让他们同意了呢 同意了 就是我急了 我跟他们说 你们把阿姨炒掉了 我现场拍戏都拍不好 家里后院起火 我说你们考虑过 是哪个损失重要 是我不要拍戏了 我从此又就回家带孩子了 这样好 还是你们就是说 稍微就睁个眼 闭个眼 有时候 因为阿姨对孩子好 你也放心嘛 对就够了 对嘛 阿姨给阿姨多吃点东西 什么多给点工资 又怎么了 然后好 说通了以后 最后接下来就是说 你一定要跟 就是工资这个事 除非你家里有一个人是 你爸爸妈妈是 能理解你这个 你让他们知道 基本上钱的事 不要让爸爸妈妈知道 主要还是小以大意 他知道的是 一个表面的东西 对 就是不能全部知道 知道他肯定他心里难过 因为那代人我也是 我是五五年的嘛 我跟你爹妈差不多一个岁数 就是这代人啊 像我这样 我是走出来江湖上混 什么事都见过 他们安分手机过日子的人 对给外人 就是目前这个社会的这个报酬 大部分人都不能接受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他看不到给一个月的工资 是他年轻的时候 一年的工资 他就心里就不舒服 他不是你的存折上有没有钱 他跟这个事还没关系 他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平衡 所以这还真的是 就是说现在咱们都处在这种上有老啊 下有小啊 这事让人成熟 不得不成熟 是吧 而且就马上你就得感觉啊 你这个脑子里边啊 考虑的问题就多了 所以我一想起就是 当年最早看见这个伊丽演戏的时候 哎 我觉得就是女人的前半生啊 就是我的 你演这个我的前半生 我让他们找了一组这个照片 你可以看看 这是最早 你看 这是婚姻保卫战 你再看 乔家大院 对对对 我迷上你是从这儿迷上你的 哎呦真的 对乔家大院 这个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对这是第二个孩子生完了 哎 你再看 这个是现在 哎 我们的小编说啊 脸儿一点没变呢 但是通过今天这么一聊啊 我觉得心里变了很多 对 哎 你觉得作为女演员来说 有没有这种 害怕年龄 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是女人都会有一点 都会有一点害怕年龄的 但是 就是你要知道年龄这个东西 是你最无法对抗的 他就是该来就来的 所以 往往你用一个接受的心态 去对待他 你有可能还是会让人家觉得你很年轻 你越跟他对抗 对不起你真的对抗不了 你使多大劲对抗 就把你谈回来有多远 那怕不怕影响这个演戏的这种什么星图啊什么的 不会啊 我们我们就是到了哪个年龄 有适合哪个年龄阶段的那个作品 比如说我以我现在的这个角色 我想我30岁 我在演夏琳的时候 我肯定演不了 而且我也不懂 我也不理解 我也不理解 现在一个全职太太的那个苦恼 和他如何被打落到底骨再重新站起来 我觉得 其实这反而是我的一份经历 我觉得是一份福气 但是你现在这戏里演的这种太太 跟你也完全不是一路啊 对 她是那种基本上是赖在老公身上 天天看着老公 对 但我身边看得多呀 我问你 你觉得女人可不可以这样活着 我觉得也是看你怎么经营这个婚姻的吧 两个人夫妻关系是 两个人是流动起来的 有的时候 我见到过有的太太 她不工作 但是她本身有非常高的文化素养 她在跟先生谈论某些艺术的东西 或者某些先生也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两人聊得特别来 你说这个先生会抛弃她吗 就她跟你能流动 你们之间的能量是流动起来的 是有交流的 每天在一块是有话说的 就会觉得过得开心 然后如果两个人之间不流动 没有共同语言 通常这样的婚姻比较难以持续下去 哎呀 我这次跟这个伊丽这么一聊啊 过去叫识别三日当寡目相看 我们十年没见 识别十年 哎呦 我觉得你能当我导师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女的好像是 因为她遭遇的事情多了之后 如果内心还能强大 哎 我觉得会锤炼出一种非常明晦的一种 而明达的这么一种情况 哎 像咱们这男的呢 其实反倒很多时候是hold不住性情 哎 我觉得她身上又有上海女人的那种精明啊 但是又有北方女人的这种大气 是吧 你有什么缺点吗 有啊 说说说说 不能光夸你 就是说 就是说 有的时候就是不太服软 嗯 这个是我现在在 在在在在努力的 你最近一次跟谁不服软的能说吗 哎 就是这种就是不服软 好像就是表达在处处 嗯 这个 这个改变比较难 性格问题 是比较难 但是我现在在学习 就我看周围的朋友 女朋友 有的时候 说话 稍微就 就是 其实很简单 就是发个点 就学会 有时候学会发个点 很多事情就很好办了 就迎刃而解了 你会吗 我稍微学一点 哎 他们就讲说上海女人的特征 说是就俩字 一个嗲 一个作 这是 你听说过说吗 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 只是上海人那个嗲的 那个说话的腔调 你们觉得很特别 所以大家老喜欢说上海人 怎么特别上 上海女孩嗲起来什么样 就是比如说 就是不要呀 就是这个意思 不要呀 比如说其实这个东西她要的 她也是 说不要呀 就是这样 就是 不要呀 物要呀 对 物要呀 对对对 我曾经跟一个上海女孩 那个盘盘道 我发现我的感受就是 九曲十八弯 她就是给你绕啊绕啊绕啊绕 那这就撞上北方男人很合适嘛 那不是刚才说什么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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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男人怎么说啊 让你拿你就拿着 哈哈哈 这不就正好了吗 这个女孩也觉得很过瘾啊 那我也挺好奇 就是说你是学表演的啊 你比如说我今天啊 我经常会想起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做主持人 对很多情况的处理啊 你今天想起来 你觉得就是到了这个年龄 或者这种阅历啊 你在这个演技方面 有什么新的这种体悟吗 因为很多时候 你只有到了镜头前面 才会知道我会怎么演 你看到了那个对手 才知道我会怎么演 这是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你知道吗 就是很魔幻的 然后它是会出乎你的意料的 如果你自己会觉得 是出乎你的意料 观众看也会是出乎意料的东西 就是说你开头 你想的那个 不见得是你真正呈现出来 对我不去 我现在不喜欢去过早的去设想 给它规定死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抛开 就像比如说一杯茶 你今天喝这杯茶 你是要喝可乐 如果你前面喝的是茶 你要把那个茶倒干净 你拿一个空杯子去装可乐 你喝下去的可乐 才是原汁原味的 你懂吗 就是说当我跟对手演戏的时候 我一定要抛开所有的东西 我不要带着自己的假设 和自己的预先设想好的东西 因为你并不知道 对手会怎么样 你直接接受对手给你的东西 有时这样现场出现的碰撞 才是最美妙的 就是那一瞬间的相遇 是吧 我有一个感觉啊 就是你的戏方 比以前尺度大了 哪方面尺度大 没少看 有时候会看这个片花 对 这可能是主办方 或者说他制作方宣传的 我至少是发现 他参加我的节目 穿衣服尺度大了 过去都不露尖的 你要说这个 为什么我就说啊 有一个现在就怕老的这种心理很有意思 你说啊 先不说女演员 我有时候观察挺有意思 包括今天的很多男演员 按说呢 都是咱们尊敬的表演艺术家 这个无论是文化层次都很高 但是我怎么发现他们穿衣服啊 也是穿得跟吴亦凡似的 真的就好多六十多岁的 就是老演员 演技是没得说 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也有意识的 希望自己的观众啊 就不要觉得自己老去了 有时候你平常看机场穿衣服 平常生活里穿 哎呦 那他真的是穿得跟陆寒他们似的 就是 但是实际上你也知道他六十多了 你知道吗 那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呢 因为他身材还是维持的特别好 但是我从这个里边看 你说作为演员 他有没有这种紧张感在里头 有啊 有啊 我举个例子 我们拍前半生的时候 陈道明老师不是 其实是来客串的吗 陈道明老师那是我们的前辈啊 以前都是我们在旁边看他演戏 然后这次他来他很有意思 因为他的戏份台词很少 他总是在旁边一会儿上个茶 因为他演一个料理店的老板嘛 很多戏呢 他是没有戏的 就是都是我们在演 但是他不会找个别的地方去坐着休息 比如说打电话什么 没有 他永远站在旁边看 不说话 就在旁边看 有一天我们大家一块吃饭 我就问他 我说陈老师 我说你 我说你 你墙上在旁边看我们 他说对 他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他们那时候红的这帮演员 表演是带有那个年代的痕迹的 你带着那个年代的痕迹 到现在这个年代来演 他说是有可能要脱节的 所以我今天站在一个 虽然是一个前辈的角度 但是我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 我来看你们正当年的人 是怎么演戏的 我来学 他说我想要融入 但是我不能让自己的姿势非常难看 你懂吗 就是不能是够的 我得首先是具备了这样的 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他说所以我来试试水看看 我说你觉得说的特别好 我说陈老师 你说我们是正当年 其实只是对这部戏来说 那你要说正当年 现在八五后九五后的 年轻的女孩子男孩子 那红的这粉丝比我们大 就是多得多了去了的红成那样 其实他们也算是正当年 对不对 所以我说陈老师 我现在也在像你一样的学习 我以前会排斥 我觉得他们哪懂演戏 我现在也会去看一看 我要知道 他们红是这个道理 现在小朋友喜欢看是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些东西 所以虽然你对这个年龄 是有一定的畏惧的 但是你不要抗拒 你如果掌握了更多的 更多的去迎接你的年龄到来的这些个法宝 我觉得你到时候就 就比较匆匆融融的了 所以说要说人家厉害 真是都是有原因的 这家真是有这个见识 可能不能想象 陈当明老师 而且他身材保持的特别好 没错 穿的特别时髦 穿的就是跟吴亦凡似的 我看 比吴亦凡还要酷 还酷 就因为他身上有那个劲 你知道吗 对对对 所以你想他在旁边就站着 插着这样 就看你们演些 不提意见 不说话 就看你们怎么演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 这样的学习的状态 其实特别值得大家去 他未来能生存 我是什么意思 最近那个未来简史的那个作者 那个什么赫拉利 不是到中国来讲了这么一圈呢 他讲的这个 我结合最近 我收到很多信息 我就发现 你得知道时代再变化 而且必将变化 你比如他过去说 工业革命 就产生了一个无产阶级 他说未来的科技革命 很有可能会诞生一个无用阶级 不是说水不良山内 无用军师成军了 就是说没有用 你现在呢 就是说这个知识更新的速度 你连学生 今天大学里学的 可能十年之后 就都用不上了 什么十年 大一学的大四 就废了 就所以呢 更何况就是说 上点岁数的人 可是另一方面呢 你看 人类的寿命又在延长 就是现在 他们说这个整个 这个生理的规律 现在是早熟晚衰 你看现在很多四五十 过去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那看着跟老头似的了 现在你像陈道明老师这样的 你看着也就是三四十岁 那么年轻 马爷你怕老吗 怕 表现在哪儿 表现在心里 我表现不出来啊 我我是这样啊 我原来特别 就我没有感觉 对年龄什么都没有感觉 但是人呢是这样 四十岁以前没有任何感受 就是对年龄的差 什么都没有感受 不管看岁数大 岁数小都没问题 到四十岁那天呢 因为我们有文化嘛 说四十不惑 你过了不惑之年了嘛 你就有一丁点感觉 很小的一点 五十岁那天呢 就有一点悲哀 就觉得 因为过半百了嘛 知天命了 就觉得嗯 他们就是五十了 不怎么高兴 那没本高兴 第一个事就是说 不过生日 不急 你朋友没什么好庆祝的 对 第二个事 然后呢 关键是过六十 就心里就有点特别不适 就我到六十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啊 这五十岁挺好的 就开始就都不设想再往前了 就就 我一定要珍惜我的今年 所以我老跟 跟后面的人说 因为我是过来的人 我觉得一个男人最好的日子啊 最好的日子是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 因为我是过来的 我才敢这么说 这二十年是你的黄金时期 就是你要做事 干什么都是这二十年 过了五十五岁以后啊 任何人的体力 我体力是非常好的 我五十 我都五十八岁了 我还笨 西藏直接上去 上到那个什么寺院 所有人全谈了 就剩我跟那大喇嘛了 就是所有的人都跟不上 在这种情况下 你毕竟是体力是 你体力一摔 你心力就摔 过去不知道什么叫累 就是多累 多什么 就是吃顿饭 能睡个觉就全没了 今天呢会积累 就是觉得就是 有累心的感觉 我原来没有累心的感觉 不知道什么叫累心 我心怎么累啊 没有 就觉得永远有空间 永远没使完 但是过了一个年龄 就开始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问题 就现在就 就很怀念 年轻的时候 我过六十才有这个感觉 彩夫正是这个年龄段 你现在有危机感吗 其他的问题在于 我踢球老了 就是我 我最注重的 不是我其他的 我什么什么 只是球踢不动了 我现在二十多岁都是一天踢八个小时 那你换一种球踢吗 那不行 那不行 你不能自己骗自己 不能自己骗自己 你必须 因为我们经常有一个梦想的男人 要死 不是死在床上 就要死在场上 就是足球场上 其实到我这年龄 基本人家都供着我了 大哥这球穿得不错 自己跑了 有人砍了一船船 人家就去追 但我自己觉得还是有点悲哀的 那我觉得就是 对于踢足球来说 我已经退役了 就很老了 对于马爷说的那个一辈子 那个我现在还没什么感觉